当你身体查出来有糖尿病的时候 妈妈当时给你的关心是哪一种 其实在这一点上 我多少有点怨我母亲 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事情生的经过吗 下午查出来之后 我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 我查出来了有糖尿病 至少我母亲就是 后期有一句话挺影响我的 她说我得这病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在外面作的 我这句话听了心里挺难受的 纯粹也是气话 也心疼 也生气 肯定是 你现在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因为最近心情也不好 所以我也没有说监测一下我的血糖有多少 你没有去医院做检查吗 我妈就是 她可能也是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话 她就说 你想治病可以 但是你想把我挣钱去 就是意思我们家有个小买卖 我妈意思想还是让我上汤上去 然后能挣出钱来我再去治病 我当时又挺伤心的 我说那你要想不劳而获 那个我是不给你钱的 情不通在我这儿 我就这样说的 谁想不辨认啊 我好想不劳而是 我好想不辨认啊 我好想不辨认啊